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之后 空灵之音再次刷爆全网热搜 秒灯腾讯音乐有你榜 多架官媒都在第一时间转发了相关动态 不愧是国曼好声音每次发表的动漫主题曲 都能为正片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方说大鱼海棠的大鱼大护法概念曲不说话 昨日清空青春告白曲来不及勇敢美式大冒险之英雄会 主题曲没有说完的故事以及白蛇缘起的片尾曲缘起等等 任何一部高质量国曼作品 都能听到周深的天籁之音 事实上 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官方就已经发布了现行版MV 起初大家都以为正式音源很快就会上线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一等就是好几个月 好事多磨 周深凭借着教科舒适唱功 唱出了刀光剑影中的壮志豪情 剧剧都能直击歌迷的灵魂 听完之后 令人意犹未尽 能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除了周深有父辈天使吻过的好嗓子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演唱任何风格的曲目 周深都能十分精准地拿捏住歌曲中的情感 开嗓第一句 就可以将曲中的利益轰托到极致 从而调动起歌迷们的情绪 演唱的过程当中 周深将情绪张力直接拉满 哪怕没有看过《大理斯日志》这部《国曼》都会被周深的歌声带入其中 不出所料的话 这首金曲会跟其他OST一样 创下惊人的战绩 与此同时 周深成功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 成为了微博年度向上时刻见证官 再一次树立榜样力量 将正能量贯彻时中 特意为微博之夜2022录制了一段VCR 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十秒 但歌迷朋友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周深散发出来的偶像光芒 有了周深的加持 今年举办的微博之夜势必会上演一出好戏 不过这都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细心的网友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最近两天 周深的微博LP属地一直都是北京 侧面说明 周深即将要参加一档大型音乐会 果不其然 随着话题热度的不断发酵 很快就有知情人士发表了周深的相关路透 所谓的大型音乐会 严格意义来说 应该将其称之为2023谷建分音乐会 相信不少网友都跟我一样 乍一听 对谷建分这个名字感到十分陌生 可他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 与流欢 韩红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被很多媒体都称之为是中国传奇米作曲家 创作过的多首金曲 都见证华语乐坛的高光时刻 比方说思念校园的早晨烛光里的妈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 还曾斩获过中国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 最早还创办了声乐培训中心培训出的歌手 如今在华语乐坛都能独当一面 其中包括孙楠 毛阿姨 谢小冬 纳英等人 将其视为音乐教母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没有她的加持 想必乐坛也不会有那么出色的实力派唱将 年轻观众不熟悉古剑分情有可原 可我们的父辈都是听她的音乐作品长大的 在路透消息中 多位乐坛唱将都将加盟该场音乐会 分别有毛阿敏 房东的猫 单以车 杨洪基 杨宽 廖昌永 以及大魔王周深 光看嘉宾阵容 就吊足了歌迷们的胃口 没有任何一个华而不实的流量 全都是有口皆碑的实力唱将 号称王牌制作团队 打造视听盛宴 要知道 给参演嘉宾伴奏的都是国家级幕后团队 能够登上如此强大的殿堂级舞台 足以证明大魔王周深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经常关注周深动态的歌迷应该还都有印象 在2021年 国庆期间 周深发行了一首新版古剑分的单举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中国 由此看来 周深参演古剑分音乐会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至于周深将会演唱哪首金曲 据路透消息称 老艺术家杨洪基演唱完滚滚长江东式水后 紧接着就是周深的卧龙音语歌声与微笑 而排在周深后面的是毛阿敏的历史的天空艺人一首经典金曲 最后全员亮相 共同合唱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播出时间定位3月8号 晚上8点正式与歌迷朋友家见面 时间选得恰到好处 刚好是三八妇女节 也算是为周深为全国歌迷的母亲准备的一份惊喜 每等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 周深的热度就已爆表 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 从未让喜欢过他的歌迷失望过 尽管央视举办的大湾区音乐会热度一时无两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绝大部分观众更期待古剑分音乐会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在这场晚会中 可以看到周深跟很多前辈级歌手的同况画面 至于周深的神仙舞台一定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震撼与满满的惊喜 晚会落下帷幕之后 这场殿堂级表演 势必会被载入华语乐坛的史册 总而言之 乐坛劳模周深每一场的舞台表演 都值得我们期待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古剑分音乐会中的选曲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周深 1992年出生于贵州 是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学员 代表作品有 大于玫瑰与小鹿水行物与花开达拉崩巴深的深等 周深天生嗓音独特 空灵而深远 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但由于其外形和独特的嗓音 也招来了很多质疑 不得不承认 小编我同浪也欣赏不来周深的曲风 虽听说周深的歌就像有魔力一般 让人为之着迷甚至上瘾 我也试着闭上眼镜感受 但却总是觉得哪里别扭 可能是还没有完全适应他独特的嗓音 得罪水也千万别得罪周深的粉丝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周深的粉丝群体很特别 他们是真的素质高 骂人几乎不带脏字 但对起人来真的很 写这篇文章我也是忐忑的 忘轻喷 虽然我知道一定会被喷 但我确实喜欢不来周深 我必须实话实说 至于原因我也认真思考过 为什么网上都在说周深唱歌足以封声 我却难以领会 或许是因为我文化水平有限理解不了 或许是因为我对其外貌和嗓音有偏见 首先 周深的外形和嗓音确实很独特 男人女相 不仅是嗓音 身形也比较娇小 有一种反差感 这种反差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可能我对于周深的接触太少 歌曲听得太少 一时间无法适应 其次 我认为任何明星都该有两面评价 如果网上全是亲疑似的夸奖 那肯定内有玄机 就不展开说了 最后 我想说明不管是喜欢周深还是不喜欢周深 都应该互相尊重 而不是听到与自己相悖的言论 就群起而公知 这样的粉丝 我想就连周深自己也会感到难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